警方前往汽車旅館查氣 一部白色自小客車 一看到警車連忙倒車離開 想要脫逃 甚至想要衝撞警車 兩名員警馬上衝下車逮人 女警拿出警棍衝上前去支援 警民警力陸續拿出槍枝 包圍這部自小客車 命令駕駛趕緊下車 警方猛拍車窗 但駕駛就是不肯下車 還將車門反鎖 警方最後用警棍敲破車窗 把人給拖下車 男子被員警壓制在地 警方搜索他的車上 查貨到搖頭丸 K他命 以及他販賣毒品的所得六萬多元 警方當場將他依現刑犯逮捕 在他那個車子的坐墊下方 藏有二級毒品跟三級毒品 男子因為心虛看到警車 局長落跑離開 行蹟可疑 引起警方注意 直接遭待被移送罰辦 記者 紅國文 潘穎文 嘉義報導 可能會對付 muitas Usethis 中國